一人黄紫焦购买未成年不雅片 黄紫焦爆出了丑闻 一人黄紫焦涉嫌持有了七步的未成年不雅片 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玛丽姐 西元2023年5月 台湾掀起了新一波的MeToo运动 很多形象良好的名人 一席之间形象崩塌 其中一位焦点人物就是黄紫焦 他曾经是台湾电视节目的璀璨之星 也曾六次夺得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直到MeToo运动以后 人们发现了一个不曾认识的黄紫焦 只有我应该是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来的 我活该 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 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 就像我曾经讲的那些 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就像我 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 不过当掉落的不仅仅只是头发 而是一张面具时 社会与他该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 他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 在那张光辉的面具下 又隐藏着怎样恐怖的秘密呢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隐藏在面具之下的黄紫焦 黄紫焦是台湾演艺圈的知名主持人 时间回到了西元1988年 当时台湾高速发展 台股蒸蒸日上 报警解除 许多报社纷纷成立 各类型的电视节目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于是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一个名为青春大对抗的节目 应运而生 节目制作人就是张晓燕 主持人是曹兰 汤志伟 这是台湾早期的选秀节目 当时制作单位呢 还特别举办了一场助理主持人 争选活动 最终由吴奇隆 苏友鹏 陈志鹏脱颖而出 组成了小虎队 迅速风靡华语流星乐坛 不只是挖出了小虎队 同样从中脱颖而出的 还有黄紫焦 在推出小虎队的同一年 张晓燕签下了黄紫焦 成为青春大对决的助理主持 而当时的黄紫焦 才16岁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仿佛黄紫焦天生就是吃这行饭的 八年后 1996年 黄紫焦与张晓燕与陈庆 不学亮四人 共同主持超级星期天 当时这档节目 红遍了台湾大街小巷 黄紫焦的名气水涨船高 那年她还高调认爱小S 由于两人当时已经是台湾知名艺人 再加上两人大方承认恋情 爱得相当高调 因此格外引起媒体注意 三天两头都可以在报章杂志上 看到他们的新闻 黄紫焦甚至还在手臂上 刺上了爱心S来示爱 接下来的四年时间 小S与姐姐主持的娱乐百分百 收视率创新高 而黄紫焦的事业也如日中天 不但手握多个电视节目 甚至还开始独挑大梁单独主持 西元2000年10月6号 黄紫焦登上了人生第一个高峰 他参与录制的超级星期天 夺下了第35届金钟奖综艺主持人奖 然而就在他人生处在高峰时 与小S的分手让黄紫焦的事业几乎停摆 这个我们等等还会细聊 有将近五年的时间 黄紫焦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他也不愿意出门 直到有一天 黄紫焦忽然想开 他意识到不能再这样自甘堕落 于是他调整了心态 积极复出 终于在分手的八年后 他看到了人生一丝希望 西元2008年 黄紫焦再次登上了大型舞台 在金钟奖上进行TALK SHOW表演 大家晚安 我是黄紫焦 有的时候我也可能是肺语清 这个我的哥哥脾气是比较暴躁一点 他喜欢骑重鸡 我喜欢在家养小鸡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演艺圈的鸡鸡 骑鸡 我也可能是小S 整场超过20多分钟的表演 台下大咖艺人的掌声 笑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毫无疑问 这次的表演非常成功 很多人再次看到了黄紫焦的舞台魅力 于是又有制作人找上了黄紫焦 节目通告开始变多了 而观众们也慢慢重新接受黄紫焦 新元2012年对黄紫焦来说 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恩师张小燕与黄紫焦 共同主持红白红白我胜利 听说张迪的老婆很年轻啊 而小迪到现在还嫁不出去 平良心看看那黄紫焦 一表那人才是不错的 带你那眼睛多思维啊 没想到跟亲手一样 隔年该节目拿下了金钟奖 综艺主持人奖 黄紫焦的人生终于回归正轨 然后又隔了一年 黄紫焦与现任妻子孟耿儒交往 并在2020迎娶孟耿儒 期间黄紫焦行程满档 主持了多个电视节目 还担任2019-2020台北跨年活动的主持人 就连疫情期间他的工作机会也还是很多 根据统计 2020年光是主持记者会就有144场 22场春酒 无场尾牙 外界初估的收入至少有4000万元台币 疫情之前甚至有一年的收入高达了6794万台币 2020年5月爱情事业两得意的黄紫焦升格成为了父亲 4个月后与徒弟鲁鲁共同主持的婚礼歌手又拿下了金钟奖 综艺主持人奖 然而就在一切看似很好时 一颗核弹即将引爆 西元2023年5月 民进党两位党工出面指控 曾经遭到职场性骚扰 由于知名影集 人选之人的剧情里 刚好也有讲到由党工遭到性骚扰 剧中的受害者张雅靖 原本不想将事情闹大 但他的上司欧文芳却告诉他 文芳姐想帮你 所以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 好不好 很多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如果这样的话人就会慢慢死掉 这句经典台词 唤醒了很多现实世界的受害者 于是短短几天时间 有越来越多曾经经历相似情况的女性 在网络上响应metoo活动 此时人们才发现 不只是政治圈 几乎各行各业 甚至是连教育单位 学校都有女性职员 遭到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而这之中也包含了演艺圈 6月一名网友指控 台湾资深艺人许杰辉 曾经于10年前在表演课上 对他进行性骚扰 最终许杰辉在脸书上道歉 并全部无限期退出演艺圈 然而metoo运动并没有就此画下句点 在许杰辉之后 很多男艺人如佑盛 NoNo 闫亚伦 黑人等 也相继被人指控 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些爆料 但6月18日 佑盛却跌破众人眼镜 谈成曾经犯下的过错 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隔天同样拥有良好形象的黄子娇 竟然也翻车了 2023年6月19日 台湾迷途运动持续发酵 一位女网红在自己经营的脸书粉丝专业上 写下了过往经历 女网红提到 事情发生在10年前 当时她才17岁 在学校朋友的介绍下 认识了一位演艺圈里的大前辈 由于前辈非常优秀 因此自己对她相当敬重 甚至还曾经借由要办艺术展的名义 配合拍摄艺术照 在得知要拍艺术照时 女网友也曾经犹豫过 可是由于前辈的形象真的太好了 再加上前辈再三保证 这是艺术 照片拍完完全看不出来是裸体 于是后来女网红照做了 可是没有多久 女网红就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劲 两行眼泪不自觉的掉下来 而此时前辈不但没有停止拍摄 甚至还告诉她 你流泪时也很美 虽然这篇文章没有指明道姓前辈是谁 但网友还是依据文类的线索 如形象很好 有音乐艺术涵养 担任过电台主持人 有公仔有女儿等的资讯 联想到了黄子焦 令人意外的是 几个小时后 黄子焦竟然拍片承认 自己就是那位前辈 哈喽大家好 听我的声音应该就知道我是谁了 我就不露人 还丢人 首先我必须当然还是抱歉 也很抱歉 辜负很多人的信任跟期待 在这一次的这一波的事件里面 我也是坐地难啊 心里还过不去 在简短的自白后 黄子焦开始分析 是什么原因让他走上了歪路 他提到自己在十岁的时候 曾经经历母亲外遇 甚至还目睹了母亲与外遇对象做运动 本质之中 最让我感觉到不舒服的是 黄子焦竟然反问 曾经被他伤害的女性 迷途运动真的会让他们走出阴影吗 受害者们是否曾经想过 也许加害的人已经带过自新 而参与me too的人 说出自己遭遇的行为 很有可能会伤害到 加害者的家人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那他们的家人 他们家人很无辜的要去承受 这一切的一切 我想我也不例外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从两个人的 变成了很多人的 然后大家的阴影 大家的伤痕 永远不够好 当时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非常生气 因为我认为 一个真心觉得自己犯错的人 意识到自己真的做错事的人 绝对不会这样说话 他不但没有同理心 甚至还反过来指责受害者 说出来的行为 伤害到他的家人 却不知道 他才是那个伤害所有人的人 那么他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吗 想当然 当时很多看到影片的人 都非常讶异 毕竟事件发生之前 黄子娇给人的印象非常阳光 是一个爱妻子 爱家的好爸爸 然而更令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在忏悔及抨击受害者之后 黄子娇画风一转 开始地图炮模式 一年炮轰了13位艺人 而他第一个攻击 也是火力最强的攻击对象 竟然是前女友小S 那么为什么他会这么恨小S呢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举动 因为在这个举动的背后 隐藏黄子娇扭曲人格的关键 时间回到了西元2000年10月6号 当时28岁的黄子娇 拿下了人生第一座金钟奖 大家都很看好这位明日之星 然而就在黄子娇拿下金钟奖的两天后 10月8号 他打给了当时正在英国旅游的小S 并正式向他提出分手 由于两人过去爱的相当高调 所以当小S度假回来后 他在娱乐100%宣布 两人已经分手的消息 此时舆论一边倒向同行小S 而大家会同行小S也是有原因的 原来早在两人分手之前 就已经有消息传出 黄子娇一四四在主持超级星期天时 与同样身为助理主持的曾宝仪日久申请 虽然黄子娇与曾宝仪都有出面否认 可不巧的是 这段时间刚好是一周刊开始在台湾发行的时间 此时他们正需要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来当创刊号 于是一周刊派遣媒体私下观察两人互动 后来果然拍到了一些照片 观众们认为这些照片证实了之前的传言 黄子娇真的是复兴汉 于是才刚登上人生巅峰的黄子娇 瞬间跌入万丈深渊 因因为黄子娇的形象尽毁 因此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才终于重登高峰 而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间里 小S不但事业顺利 甚至还嫁入好门 虽然两人于2015年时 与康熙来了上演大和解 但现在来看 黄子娇至始至终都非常恨小S 甚至不惜在自己人生即将毁灭时 也要拉着大小S下水 他可能认为如果当年小S不要在镜头前面掉泪 事情就不会闹大 他也不会被一周刊盯上 更不用经历那十年的痛苦 更重要的是 他可能认为竟然上一次他能够从无底爬起 那么这一次他也可以 仍然随着最新调查 这件事情恐怕无法如他所愿 6月19日 在女网红爆料之后 又有一些女性受害者出面 指证他们也被黄子娇伤害过 需求越滚越大 7月12日台北地检署证实 接获了民众告发黄子娇 全案正式进入了调查 8月4日 检调人员约探黄子娇 并对他的住家及工作室进行搜查 然后就在几周之前 检调公布了调查结果 里面提到 由于黄子娇已经与MeToo事件的当事人和解 因此获得不起诉处分 不过在检警搜索的过程中 他们查获了4TB的水深硬碟 里面装满了上百部女子不堪的影像 这些影像全是来自一个非法偷拍论坛 关于这个论坛 我们等等还会细聊 这边大家只要先知道 这个论坛里面的影片女主角 全部是在未知情况下被偷拍被上传 而且这个网站还会公布 受害女性的真实姓名 以及社群资料等等 也就是说观看者可以直接查到 受害者的FBIG等 然后躲在电脑背后默默关注受害女性的生活 她们甚至可能会联络骚扰受害女性 看到这里我只能说 有的时候现实世界真的比电影演的还要恐怖 也因为受害女性的资料已经被公布了 因此几乎可以说受害女性的一生全毁了 不只是这些影像来自非法网站的问题 调查人员还发现黄子娇的硬碟里面 竟然有七部未成年影片 这里的未成年指的是一眼就能看出 还是小孩的女童 而其中有一部未成年影片的下载时间 竟然是2023年7月8号 距离黄子娇6月19号拍片道歉承认的20天后 那么她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吗 消息一出大家一正错愕 除了是不敢相信黄子娇竟然会在事发之后 还继续从事非法行为 更重要的是她也是一名父亲 也有一位女儿 但她竟然可以观看女童影片 而她的处分还很轻 检察官考量到了黄子娇坦诚犯行 声表悔悟 再加上她没有散布影像 因此依据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给予两年的还期术处分 以及上交120万元青台币 1200次的悔过书就可以了 但在美国持有未成年不法影片 可是联邦重罪 FBI探员会全副武装冲进住家 把人按在地上上铐带回 而且还有很高的几率 会被判处5年到20年的监禁 相比之下不免令人质疑黄子娇的罪责是否太轻 因此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 希望能够透过修法彻底遏止这种歪风 因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任何持有影片的人 都是非法产业链上的共犯之一 在检调公布黄子娇 非法持有儿童的影片后 黄子娇也立刻在FB上发文表示 检方已经结案 他也深刻反省 未来不会再犯 但在这贴文中却没有提到 持有儿童非法影片的事情 只是很多人认为 黄子娇想要避重就轻 浑水摸鱼过关 再加上妻子孟更如出面发文 替黄子娇解释 他是不知道该论坛的影片 是非法取得的 才会犯下错事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该论坛在台湾非常有名 曾经上过多次的新闻 而且网站上也处处标示 这些影片都是偷拍的 想要观看影片 还必须要透过复杂的手续 成为会员才有资格可以购买影片 不止如此 论坛还将会员分成了多个等级 花的钱越多 就可以解锁观看更多影片 等级最低的是二级会员 入会者必须要先付1800人民币 才能成为二级会员 消费满8000人民币 就可以成为三级会员 消费满35000人民币 就可以成为四级会员 最高等级的是实名制会员 要成为实名制会员 还要额外再交付15000人民币 也就是说要成为最高等级的会员 总共要花59800人民币 相当于是266000台币 不只是花钱 最高等级的会员 还要上传自己的证件照 经过后台人员确认证件 就是会员本人以后 才能成为最高等级的会员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一些网友的说法 要成为最高等级的会员 可能还需要额外提供原创影片 才能加入 但这个部分无法确认 因为论坛的高级会员是限额的只有80名 老马甚至还规定 高级会员三个月内 如果没有持续消费 就会被踢出去 而除了规定最高等级的会员之外 每部影片在出售的时候 工作人员还会加上 会员独有的ID浮水印 如果影片外流 或者是与他人共用账号 二度贩售影片 老马就可以借由这些外流的影片ID 来知道影片被外流了 违规四次就会被踢出论坛 如此不但可以降低警方的注意力 还能确保影片始终控制在论坛内部 吸引更多人想要加入论坛 除了建立会员等级 鼓励会员花钱升级以外 老马还会鼓励会员提供原创影片贩售 一旦确认影片不曾在其他平台出现过 老马就会与提供者联络 或谈价码 若是提供者可以提供受害人的姓名 职业 IG FB 就能获得更高的价码 除此之外 老马还建立了爆马仔制度 鼓励论坛会员一旦发现 论坛里的影片外流 经过确认以后 还可以得到20元人民币的奖励 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 老马是一直在维护论坛影片的稀有戏 同时也让所有的会员知道 这里的影片全是原创的 翻过来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女生要么是被迫拍摄 要么就是在不知影片 会被拿出来贩售的情况下 就被非法贩售影片 因此身为高级会员的黄子娇 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影片是非法的 那么一个形象如此正直阳光的黄子娇 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局面呢 在了解黄子娇事件的过程中 我们始终有一个疑问 一个如此优秀的人 为什么会隐藏着这么不为人知的一面呢 在出示当天的影片中 黄子娇曾经透露 他认为现在的自己会这么糟糕 与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这条线索 我们查阅了一些资料 包含他过去的著作访谈等等 试图还原黄子娇的成长故事 黄子娇说 他出生在一个家境富裕的家庭 从小他就特别黏着妈妈 而他的妈妈对他也很疼爱 去哪里总是带上他 十岁那年他与妈妈外出旅游 当时还有一位开计程车的叔叔配同 后来他才知道 这位叔叔竟然是妈妈的外遇对象 他们甚至还在饭店里面做运动 而十岁的黄子娇就在旁边目睹一切 在得知妈妈外遇后不久 黄子娇的父母就离婚了 离婚当天晚上 黄子娇妈妈提着行李离开了家 当时黄子娇曾经哭喊 希望妈妈不要走 但他的妈妈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此后数十年 黄子娇与妈妈之间完全没有联络 再之后他的爸爸事业失败 家中收入已落千丈 他与几个哥哥最后是在爷爷奶奶的抚养下长大的 也许是因为曾经目睹妈妈的一些行为 进入青春期后 黄子娇以错误的方式探索了成人世界 他开始接触日本的成人不雅影片 在之后就发生了伤害女性的行为 甚至是观看未成年不雅片 也因为观看未成年影片 很多人都指控黄子娇可能有恋童癖 那什么是恋童癖呢 根据西里医生的说法 国小国中时期是人格养成的重要阶段 如果此时受到负面影响 如性虐待性侵等 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恋童癖患者 注意这里只是说有可能 具体还是要看医生怎么评估 在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 DSM-5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 就有列出关于恋童癖诊断 要符合以下三项准则 第一对青春期前期的儿童 有兴奋幻想或渴望行为的人 第二有具体尝试或实现这些欲望幻想 或者是因为这些欲望感到痛苦挫折的人 第三个案需要年满16岁 且比受害者大5岁才会符合恋童癖的准则 也就是说黄子娇小时候的经历 的确可能是他误入歧途的原因 但绝对不是他可以犯罪的理由 小时候的无助并不代表他有权成为加害者 这次的迷途运动社会反应非常两极 有人表示支持 有人表示怀疑 甚至还有人质疑站出来说出过往经历的女性 意图不轨 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人站出来 让加害者见识metoo的力量 他们只会更加肆无忌惮 如果没有人站出来 现在那个非法论坛还在隐喻 在巨大利益的诱使之下 只会造成更多女性受害 我想这才是metoo运动最重要的精神 藉由黄子娇事件 我们更该努力思考的是 该如何避免下个黄子娇出现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下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